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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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day,欢迎来到Keyo Da Anna 生头安娜的频道 那这支影片呢 是承接上一支在讨论延长性断食的下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 可以先点资讯栏的连结 先了解一下延长性断食是什么 它可以怎么样带给你 一个身体健康上的 变年轻也好 或者是健康的增加也好 那当你看完那支影片以后 你就可以来follow这个下集 那这个下集呢 第一个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在一些研究报告指出 延长性断食除了可以让我们的细胞 增生 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体变年轻 以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对于现代人可能是一个 很需要的康复的方法 那就是他可以有效的抗癌症 好那当然 我讲到这又有人会开始怀疑 皱眉头说 啊那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都很难有一个 完整可以抗癌症的治疗方法 就靠一个 延长性断食就可以治疗癌症吗 我这边并不是说 如果你是癌症的患者 你不需要去看医生 给医生做治疗 我要讲的是 在这些研究发现 不管是生酮饮食的人 或者是长期 这个维生的人 都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 断糖 少叫sugar这个东西 那其实 近几年的研究都有发现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的癌症细胞 其实就是我们身上的 一个细胞做了变异 那这个细胞它本身需要能量来支持它 研究的报导指出呢 这些细胞需要的能量来源就是糖类 就是sugar 那其实你就想一个道理 今天如果我一直给它这个能量来源 它是不是就会远远不绝地一直生长 那反之 如果今天能量来源 卡掉 那它是不是慢慢地 就会做萎缩跟凋零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推崇 如果今天你是癌症的病者 你可以试着在你做一些 kemo治疗的之外 也去做检糖 是希望可以在药物治疗以外 还可以让自己身体 就可以慢慢地排除掉 这些癌症细胞 所以在延长性断食的这段期间呢 都会跟生酮饮食一样的效果 你用完你的肝糖之后呢 身体就会转换成使用酮体的模式 那癌症细胞是不能使用酮体来当作能源的 所以你在做延长性断食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不会再提供能量给这些癌细胞 那就可以有效地达到 让癌细胞这种凋零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这个过程不单纯是做延长性断食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生酮饮食 就是彻底的长时间的让癌症细胞没有办法得到它的能量 那当然一定要就是跟医生讨论这个过程 让医生告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适不适合做这样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给自己多一个机会 国外非常多的医生都有开始推崇这样的方法 也有非常多的实验结果实验报告 在讨论这一题 所以我相信它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了 只是在台湾还比较少有人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简单的分享 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资讯跟新的想法 那说不定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那在接下来呢 就进入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就是如何正确的延长性断食 那其实安娜自己在做 我目前都是做72小时 就是三天左右 那我接下来也会希望挑战五天 的经验下来啊 当你做到第三天的时候 其实你的精神会越来越好 你的感受是 的确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你的本体的感受会差蛮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follow我下来 要告诉大家注意事项 那这样子会让你更容易的 可以达成延长性断食的目的哦 那我会分成三个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事前的准备 还有在断食期间的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你要如何breakfast 就是当你要破你的这个 断食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操作 那这三点都非常的重要 那第一点 今天如果你不是做生酮 或是减碳的人来讲 如果你就贸然的进入到一个 非常强烈的 长时间的断食 你的身体一定会有不适应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你从高碳饮食 转换成低碳饮食的时候 身体从使用碳水化 或转换成使用酮体 都会有一个阶段叫做keto flu 就有点像感冒的症状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你不是做低碳 或是生酮的人 你想要做平常性断食 建议在两周前 你就开始做减碳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可以慢慢适应 转换使用酮体 你再来做这个延长性断食 会更容易 也比较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痛苦气 那第二点呢 就是你这一段时间都不可以吃东西 你只能喝一些无糖的饮料 包含黑咖啡 绿茶 苹果醋等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建议 大家一定要事先规划好 你这个期间的行程 比如说你是上班 上学 你就要安排好这段时间 你就尽量避免有跟别人聚会 那再来就是 因为在断食的这段期间 其实你也是给身体一个压力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再额外给身体压力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我会建议大家 就好好的让身体做休息 就不要额外再做运动了 因为其实做运动呢 多少少都会给身体一定的压力 那这段时间 假设你没有长时间有做断食的人 你就会更不容易 所以建议大家保持良好的休息 良好的心情就可以了 第三点呢 就带到就是 延续我们怎样保持好心情这件事情 因为常会被我们的一些大脑里面的思想 跟一个习惯而做操控 所以今天你如果不习惯做 就是长时间断食的人 你一定会觉得 好烦喔 我不能吃东西啊 就是你心里一定有很多这种OS 然后当你今天一开始 又要适应这个新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你就会更panic 所以我会认为呢 你一定要在事先 让自己有个好的心理建设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达到的目的是 我想要让我的身体变健康变年轻 或是你跟安娜一样就是很很爱漂亮 所以你希望可以达到皮肤的更新等等 但是有一个好的心理建设 比较好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实际上开始断食的期间 有三点要提醒大家 一点就是因为在上一集有提到说 我们身体在断食系统 其实并不是没有能量来源 它一样会分解我们的脂肪 来提供身体可以运作的能量 有些部分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生成的 那就是类似像电解质 矿物质等等 用身体为之运作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在这段时间呢 可以在大量喝水的同时 补充矮盐 还有一些电解质水 那当然这些电解质水呢 要是无糖的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 不要有任何热量进入 就单纯只是补充我们的 矿物质等需求就好了 那海盐呢 一样为什么不是一般的食用盐 因为海盐会比一般的食用盐 更多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 可以喝一点苹果醋 因为苹果醋可以有效抑制你的 胰岛素 还有控制血糖 那可以更加平稳我们的 血糖的稳定性 上一提到就是 这段时间就不要运动了 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 比较静态的一些活动 包含看电影啊 看剧啊 画画啊 听音乐啊 弹钢琴啊 whatever that you like but it's not exercise ok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在这些事先的规划 把这段时间安排 让你下班下课以后 不要空太多 闲时间 让自己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去distracting你的 想吃东西的这个心态 那最后最后呢 就是 当我们要breakfast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那 很重要的一点哦 因为当我们长时间断食 我们身体其实 已经开始适应一个新的习惯了 就是我们会 没有习惯吃东西 也没有习惯用碳水化合物 所以当你今天要breakfast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先从少量的 一些比较汤类的东西开始 因为你的肠味道 也休息了好一段时间 你要让它重新启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 就给它暴饮暴食吃一大堆 增加它的负担 慢慢的进食 那我自己的今天就是 我会先准备 比如说像一些 清淡的鸡汤 或是一些清的汤类 可以喝个一到两碗 那过个半个小时以后 我才开始吃一些固态的东西 那当你今天吃固态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细胞 一直在大量的增生 其实我们当然希望 可以补充它一些有效的营养素 那我呢 就会吃 比较多量的蛋白质 还有一些 蔬菜类的东西 那一定 第二点就要提醒大家 切记切记 就算今天不是只有生酮低碳的人 breakfast后的这一两天 我都会建议 不要吃高的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更切记吃水果 因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觉得 哦水果是很健康的东西 我也想那么多天没吃东西了 我要赶快补充这些 矿物质疑养素 我不需要 因为水果 它只会给你非常高的糖分 那你就想这段时间 我们好不容易 让我们的胰岛素平稳的状态 我们的胰岛素抗足 在这段时间 也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解决 不要再用一个高糖量的东西 去破坏我们的血糖稳定性 这件事情 那就是提醒大家 在recaps 刚刚上两点 我们饮食顺序就是 从体的东西开始 再慢慢移入到蛋白吃的饮食 然后可以再加入一些 纤维脂 脂肪 等等的营养素 最后最后 如果你真的 想要吃一些 碳水化合物 尽量以高鲜的 比如说 低瓜 糙米饭等等 那 perlume fasting呢 它算是一个比较 需要长时间 安排的一个断食方法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长期想要这样做的人 可以 每两到三个月 做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它最主要的 并不是在做减重 它最主要是细胞更新的部分 喜欢今天内容的朋友们 记得给我一个like 那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追踪 健康 生活 生酮低碳 还有一些运动分享 在grant上面呢 其实我时不时都会 分享很多低碳 啊 生酮相关的一些食谱 那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follow一下 那今天明天就到这边咯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